可是如果妳又很累 又碰到亮多姿 真的是很討厭 妳就一直做噩夢 然後想要不要起來換 要不要起來換 對 而且很不安 睡的時候很不安 一定要墊那種超長的 長到會超過妳的褲子 我都會墊長過 我都可以放這樣幹嘛 會當背部的那種 會黏到一些頭腦子 然後這樣才可以睡比較安穩 一定要墊到背 這樣才會睡轉都很舒服 妳知道那種加長是長到 有的是真的可以到腰這邊 腰這邊 因為亮多姿夜用 對 那男女朋友如果真的不小心 一摸到說 配槍有沒有 怎麼這麼多的裝備這樣 我問一個荒謬的問題 就是有沒有女生穿尿布 就是說真的太大量了 有這個可能嗎 真的建議倒滿好的 很想穿 我們下課會試試看 也不會露啊 應該已經要送醫院了吧 如果有到尿布的量的話 沒有,我在想說會不會給大家 更多安全感 就是 今天沒問題的 透懂啊 但腰部的設計 跟衛生棉的又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血 他們是水 就不能看內褲嗎 血濃以水 有聽過嗎 沒有 這是有名的成語 所以這個很難 但是我們看到李玲連講話都 不是,是因為我那個來的時候 我脾氣會很差 然後我講話常常又不經大腦 所以你如果跟我講話 或是在談一些事情 我怕我會講出傷人的話 或者是沒有注意到我自己在講什麼的話 所以我覺得 我那個來的時候 我會避免跟人家聊天 避免聊天 不過其實問問女同學 我覺得女生喔 從第一次來MC 到就是現在已經可以處理了嘛 可是一定發生過糗事 有沒有啊 還有嗎 女生的專屬麻煩 勝利其來糗事多 她整片掉到馬桶 大學生了沒 我們第一次來MC 到就是現在已經可以處理了嘛 可是一定發生過糗事 有沒有 還有嗎 依涵有嗎 我沒有外露的 可是我有朋友有過 就是那種計畫好一個很美好的夜晚 要去住男友家這樣子 然後也是外國男友 然後一切都是那麼美好 然後就一個白色的床單上睡醒了 就真的他就是忘記他那個要到 像我之後也是不記得 就是我都永遠記不得 然後他也是 然後隔天起來就 有一點點那個 在床上 我覺得真的很尷尬 可是他的男朋友非常紳士 他就是自己默默的 把床單拿去洗 然後一句話都沒有講 然後還是對他很好這樣 當然會對他 對啊 可是我這女生就要跟他講說 我是第一次 好誤會 借力死力 杜敗 就有一次 我跟我朋友去山上吃飯 然後那時候已經是晚上了 然後我包包只剩最後一片衛生棉 然後我去廁所換的時候 就已經把舊的已經撕起來丟掉 換新的時候 他整片掉到馬桶裡 但是你又不能把那片衝掉 你只能叫就是服務生說 那個衛生棉掉進去了 然後你要請他幫你撈起來 然後你身上也沒有衛生棉 只要有電 可是服務生竟然說 你是穿好褲子的嗎 沒有 我已經就是電好很粗糙的那個 插手指 很粗糙的 那時候就不能一直走路 只能坐著 因為會一直就摩擦很痛 小楊 像我高中的時候啊 因為穿運動服我都會穿四腳褲 然後突然那個來 然後我也不知道 然後就從旁邊留下來 然後之後呢 因為這時候一定要衛生棉 那四腳褲你就不知道怎麼要穿它 就把它拉超級高腰 就拉胸部這裡 然後它固定住那個衛生棉 以前我們高中就常這樣啊 因為有時候你知道 上課一做也做很久 也沒有注意到 然後比如說 軍訓群後面就有了 那怎麼辦 就可能就是 就是用外套綁住 就是走的時候 就用外套綁住遮屁股 這個大家一定都會有這樣子的 對不對 小白 有一個很可怕的 結果那時候 剛來可能兩年之內 然後就是還不太了解 到底怎麼樣 然後那是量非常多 然後就是上課上課站起來 然後就覺得好像褲子濕濕的 會趕快去廁所 結果衝去廁所之後 滿地都是我的血 就是滴到地上 因為那時候 應該是可能來一年內 就是還不是很了解 還不熟悉 對 然後就這樣滴滴 而且我自己沒發現 是陪我去的女生 就衝過來說 全部都滴了 就是從 從教室滴到廁所 從教室滴到廁所 然後就從 然後我還要 就是弄完之後 再去拿拖把 從我教室這樣 拖拖拖到廁所 好久 全滿都在看了 而且那時候是男女合版 太久了 太久了 不可能叫別人幫我拖 我一定是要 就帶著女生朋友 自己從教室拖到廁所 天啊 很可怕 好糗 我是有一次被夾禍 就是那時候國中 然後就會在操場上走路 然後走走前面有那個學姐 她走走她的衛生棉就掉下來 因為她是沒有翅膀的 然後那就是上面還有血 然後我就剛好 好死不死我沒有看到 然後我就走跨過那片衛生棉 結果後面有我們班的男生 她就看到我 她就以為是我的衛生棉 然後你畫 然後剪刀就被削 超衰的 這個簡單妳直接拿去化驗 驗DNA 太簡單了 太多了 對… Rolita 就是我就是因為我從以前 就很喜歡用 就是40公分長的那種衛生棉 然後我之前有講過就是 有一次褲子穿太低 結果衛生棉露出一小結 然後那時候我朋友就是 剛好去吃飯 然後她上次我回來就說 Rolita妳那個背後有髒東西 我幫妳拿掉 然後就丟硬拉 我就說 妳整天拉起來怎麼辦 整條這樣 沒有 沒有整個拉出來 我擋壞用住 然後她說還沒有看 就是因為那時候 就是還沒有那麼多 那麼長的 然後她說 衛生棉怎麼有這麼長的 所以她不知道以為就是黏到膠帶 還是什麼想說幫我拿掉 那都有啊 那樣都之前也有看過 就是去比較夜店的地方 因為那燈光打螢光的燈 然後妳就穿短裙 所以就覺得 怎麼好像是風箏了 妳現在 好可怕 是 好辛苦 對 不過要問問看男生 就是說 女生在生理期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事情是 你們絕對不能做 不然會刺激到他們的 有沒有 大衛 就是女生來的時候 通常會長痘痘 然後我前幾天 我就跟我妹講說 你長痘痘 然後長痘痘 她馬上罵我 我就說 她有一小時候想說 妳這邊好像長了幾顆 就提醒她一下 她馬上就馬上罵我 然後後來我媽就跟我講說 最近這兩三天不要吵她 不要惹她 不要惹她 大衛的觀察真的很仔細 通常女生MC來真的會 尤其在嘴巴旁邊會長 真的啊 就像阿達這樣 我覺得那個 這真的 這個時候真的要 就是對他們比較體貼 因為 你跟他們講話 他們會覺得你很煩 那你如果說不講話 他們會覺得 他身體起來這麼痛 你為什麼不理她 所以這個時候 你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覺 她要幹嘛 她眼睛一看 你就要伸手去哪兒 對,就是 太好了 太優秀 太優秀了 真的 不過在這邊想問一下 我們這個觀寧 就是說這個 就你的這個經驗 採訪的經驗 女生生理期來的時候 最在意什麼事情 其實我覺得 錄這個節目真的好爆笑 但是聽大家講的東西 真的 女孩子真的感同身受 因為女生生理期來的時候 第一個會最在意的 就是疼痛的問題 對 疼痛的問題是最在意 剛剛就是小白有講到 然後例如說還有就是 肢體會變得很不自在 因為你會怕露 然後怕這個怕那個 然後甚至會怕旁邊的人 會不會聞到味道什麼 整個會變神經兮兮的 那接下來呢 就是如果你用了 不好的產品的時候 你就會側露啦 悶啦 然後有味道啦 甚至最後如果說 你不情於更換 就是小妹妹還會生病 所以你在做這個專題的時候 你通常在訪問的時候 大部分就是都是在意這樣的問題 這個很辛苦 請問大家為了防露 有做過哪些措施有沒有 小波塑身褲 我覺得這壞露 是因為內褲不夠貼耶 對 因為你就算帶長的衛生米 你還是會露出來 像我就是那個來 就會準備這個超級束褲 突然拿出來嚇我一跳 他把裙子都在脫下來 小波你 他是一個很怕尷尬的人 可是他每次在秀內褲的時候 是非常大巴 對 還有記得他媽媽的那一條嗎 對 他也是直接拿出來 這我媽穿的 對 對啊 可是很棒耶 只有內褲不讓他尷尬 明明 我是會 我們外上面不是都是直的嗎 然後我睡覺的時候 我會後面再貼一個橫的 對 十字貼吧 對